你找李仲元你去他家找 你来我这儿干什么呀 我要找得到他 你当我愿意来问你呀 他现在是家都不回了 我找不到他 我做错什么了 他这么对我 韩文文你到现在还不明白 你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吗 是 是有错 但那个错不是我 是你 真小子 天天的都什么人 妈 沈南 刚才是谁啊 那么吵吵闹闹的 没事 闹药呢 睡吧 你怎么还起来了 好帅啊 快快走走走 咱俩谈谈啊 谈什么 那当然是咱俩的事了 我就问你 跟我离婚你后悔过没 我后悔过呀 我之前没跟你说过吗 相当地后悔 那你什么打算啊 我什么打算 我重新追求你啊 我就跟你直说 你给我复婚 我就这么说话 男人嘛 是不是 男人嘛 对 先复婚 再重新追求 一回事 一回事啊 一回事啊 瘦男 你怎么来了 我来 我来接你下班 接我 你有事啊 我呀 我 你有事就说呗 不是 你昨天为什么没回家呀 我住诊所了 你住诊所干吗呀 我不是来跟你聊 住诊所的事的 我是 是什么就说什么呗 不是 我刚才想得好好的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你这一问我 我也得重新酝酿了 你别着急啊 我酝酿了 行 那你先好好酝酿 我那个打车先走了 别 别 别 不是 不是 我今儿必须 跟你办这件事说了 就是什么呀我 盛楠 盛楠 我接你回家吧 周杉哥 你找盛楠有事啊 我需要回避一下吗 不用啊 我 我 我是 我是问问他那个 驾照那个分还够不够用 往年那个 肖伟章都向我借几分了 你今天要不够用了 你今儿借啊 别不好意思啊 您就为这事来的呀 这事我都给盛楠解决好了 以后这事啊 就不用盛楠解决了 没什么事我就接盛楠解决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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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那走了啊 再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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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这儿你自己换一个 这房子是两居的吧 李中原不是有过三居吗 给他前妻了 这小居房子不便宜啊 这小居房子不便宜啊 我现在都顾不上什么两居三居了 李中原他一直都不回来 我怎么办啊 你们帮我想想办法吗 我这几天也烦死了 缘分一直都没给我打电话 我都不知道自己的事该怎么办啊 一看这个装修 牙科大夫有钱啊 你们帮我分析分析 缘分到底是怎么了 按理说 他就算再有气 也该过去了吧 阿琳 我找你来是为了商量我的事 你别跑提起吗 我现在是人 人找不到 打电话呢永远就是关机 你有饮料吗 冰箱里你自己去拿吧 拿两瓶 我们家缘分是换号了 那肯定的 就他不这么认为 我也懒得管他了 我自己还有一顿问题没解决 你们帮我分析了吗 你这个超蛮脱俗 我们分析不了 我自己分析了一下 缘分不可能不想我 他肯定也像我思念他一样 在思念着我 那他为什么不来找你呢 他害怕他妈呀 我们什么都想到了 就是没想到 他有一个厉害的妈妈 你都没看见缘分他妈 对他有多凶 就特别像那个旧时代的地主婆 缘分一定是巨母威 所以不敢跟我联络 你也太夸张了 他妈我也见过 我觉得挺温柔的一个人 没像你说的那样 你是不是老把自己想象成 封建社会受欺 又倾国倾城 自傲自负的二行人 人家也没有啊 其实我也没把我婆婆 想成那么糟糕的人呀 我只是觉得 她可能对我有误会吧 你打住吧 阿莲 我现在这么无助 你能不能别光顾着 说自己的事了 我这还一堆烦心事呢 缘分怎么还不来啊 哥几个 都来了啊 过一次过一次 坐坐坐坐 你们坐 其实今天叫哥几个来 的确是有事相求 有事相求 说吧 什么事 借钱免谈 不借钱 哥几个 兄弟我打算重新做人 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 说这些 就是想让大家给我们坐镇 我袁爱军从今往后 不再那么好高勿远 我要踏踏实实地 做我喜欢做的事 那你想让哥几个怎么帮你 我就想大家 能不能给我介绍工作 只要是和影视有关 我都行 和影视有关 我最近啊 倒是有一个组 马上就要进去 不过缘分 你说我把你介绍进去了 你会干啥 换句话说 你能干啥 你是会写 还是会演 还是能倒啊 要不你能拉投资 能赞助 影视器材 你也不会百能吧 这 对 原来我婚了这么多年 真的是一无是处 一事无尘 喝酒喝酒喝酒 夜不归宿 家里这么个大美女 她竟然不回来 这么有定力 我妈怎么办呀 你说你能 别这么说她 你现在让她越有希望 最后失望不就越大吗 你什么意思呀 我的意思是 你不要让文文觉得自己是个大美女 每天有个大美女在家摆着 然后李中原不回来 那她得多绝望呀 文文 我觉得吧 你就觉得自己 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还有很多 配不上李中原的地方 李中原就是看不上你 所以才不回来 你这么想 是不是心里就好受一点 你真是我的好姐们啊 谢谢你这么安慰我 咱俩还客气什么呀 咱俩这些有什么不能说的 真的 你跟我情况又不一样 我这边是缘分 觉得配不上我不来找我 我跟你聊个天 怎么就那么替你的智商着急呢 你凭什么就觉得缘分 觉得自己配不上你不来找你 什么叫我凭什么这么认为 这跟我智商有什么关系啊 这是她妈还有她姐 就连我最后见她爸那一面的时候 她爸也是这么说的 当时文文也在场啊 文文当时还没来 他们一家子人都是这么说的 行 你行 晏丽 你最近怎么样啊 情况应该比我们俩好吧 她那边倒是吐口 要跟前妻说清楚 我们还挺好的 那就好 总算没有全军覆没 但她就是不吐口 说跟我结婚啊 谁这一天到晚有闲工夫 我跟她下厨了 怎么啦 粉 谁啊 我呀 姐夫 你可来了 我以为你也不离开了 我就是一废话 全天下人都对我失望了 我就是一废话 不是 这是谁代表全天下人说话了 谁啊 姐夫 你姐夫还在这儿呢 有什么事姐夫管你 怎么了 姐夫 我真的很想重新做人 我诚心诚意请了一帮兄弟 给我介绍个活儿 他们也实在 问了我一句话 我就歇菜了 问你什么 他们问我能干什么 结果我发现 我什么都干不了 我这一天还牛哼哼的 其实是一无是从 我还装什么打扮子 再被人眼泪 我就是一笑话 其实我告诉你 粉 别人对你失望不可怕 可怕的事 自个儿先对自个儿失望 你姐啊 把你之间欠我的钱还给我 这钱我压根也没想要 我还一直找机会给你解呢 你这钱我跟你说 算 你先拿着 你看我能不能帮到你做点什么 你先拿着 这钱 我不能要 我不能要 你干吗不要呢 行 自在我来了北京 我欠你多少 我自己心里清楚啊 这钱 你还是帮我借 好好收着吧 欠你的钱 我自己会挣的钱还给你的 这回我一定要好好工作 好好做人 你有这个决心 我真的替你高兴 你有这个决心啊 有 我有 姐夫 只要您在隐私了 我干什么都行 真的 但是这样啊 孙 不管干哪行 咱都得从小做起 是不是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这跟盖房子一个道理 咱先把基础给它打扎手 对不对 对 对 姐夫我知道 我也想从第三做起 可机会呢 我连机会都没有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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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口长得非常齐 来 起来吧 好 你说最近这个牙龈出血的状况 但是因为你之前没有好好保护这口牙 你的牙龈基本已经萎缩了 我最近不是介绍你用这牙线吗 牙龈受到刺激才会出血 但是这是短时间的 很快就能好 好好好 行了 那我就 按老估计给你打八折啊 我这一口懒牙 可多亏了您的李大夫 我也得好好谢谢 别客气 别客气 一心就想铺在这个影视事业上 可惜不认识人 找不着门道啊 您是想让我推荐您弟弟入行啊 入行不敢说 就是找个机会让他学习学习 了解一下这个行业 那他能干什么 他 什么都能干 他不挑 好 那这样吧 您看您哪天有时间 把您这弟弟啊 约出来我见见 我也了解了解他的具体情况 要是这次有机会 我就直接把他带进炉里 先练着呗 真的 没问题 那太好了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好啊 那回去 回见 把这田好交给张医生 去吧 孩子姐 又来找你医生了 孩子姐 你医生他不在 他在不在 我都在办公室等他 韩小姐 您别急 李医生他在 他今儿在 姚依 那他在 你拦我干什么呀 他 他正在里面 给病人治疗呢 而且还是个挺复杂的小手术 你现在呀 可不能进去打扰他 是吧 邱宇 对 手术还得要一会儿呢 我再进去看看 看还有多长时间 韩小姐 您在这儿等会儿啊 行 回去吧 你先到休息去休息一会儿 你 你松手呀 韩小姐 对不起了 我真不能松开你手 来 医生是好的 韩小姐又来赌您了 他在哪儿 就在大厅 小爷正拦着 但我丑那样怕拦不住啊 行了 小爷 我不跟你费劲了 我就在这儿等他 我不走 我说了我在这儿等他 我不走 好 王医生在吗 在 我今天醋有睡觉的好 王医生在那儿 快快快 小爷 我渴了 你能帮我倒杯水吗 好 韩小姐 那您稍等啊 我这就给你倒水去 谢谢啊 韩小姐 来 韩小姐 李中原人哪 李医生他有事 临时走了 你们能不能 别出境线的理由啊 何其我来眼霜黄 骗我呢 是吗 说你们是狗腿子 都抬起你们了 韩小姐 不是 请您说话 注意点分寸 就是啊 韩小姐 给您实话说吧 我们这儿真不欢迎您 您说您这儿三天两头 跑我们这儿来闹的 也难过了一身不愿意见你 真当我韩文文好欺负是吧 行 你们是不是太闲了 那我给你们找点事了 大姐合成天一样的 你这是干吗呀 让你们合去火来骗我啊 这女人是不是疯了 她又决人命了 你这个为什么 招惹这么多女人啊 那你为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杨主任啊 老上过来看牙的 其实我们私底下算是好朋友 我对他也挺了解的 这个人绝对靠得住 众羊 有你代保啊 我就放心了 对了 你刚才说那个杨主任 他要带缘分去哪儿拍戏啊 是恒店 恒店 妈 以后别叫我缘分了 我是我爸的儿子 我爸是个军人 还是叫我身份证上的名字 袁爱军吧 算你有良心 这恒店这名听起来听 这恒店在哪儿啊 它是一个饮食基地 好像在浙江省 靠近义乌的一个地方 是吗 这人生地不熟的 在水土不服 万一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啊 妈 大家都去 怎么就偏我出事呢 你有没有正儿把劲的工作过 不是 我觉得 这倒是一次挺好的机会 跟着剧组嘛 就是大江南北哪儿都得跑 我觉得缘分 爱军 正好借这个机会出去 好好闯闯闯闯 磨练一下自己 要不然怎么知道自己 什么行什么不行呢 是不是 他们又喜欢这一行 不能老朋友们保护着 跟温氏的花朵似的 他总得长大呀是不是 他总得有独自 面对一切的时候 对 钟原 你说得对 妈听你的 让他好好地锻炼锻炼 妈 您同意了 我同意了 我同意了 爱军啊 你到哪儿啊 要跟人家好好干 踏踏实实地做人 放心吧 妈 我保证完成任务 臭小子 去 姐夫 刚才真是多亏你的 要不是你替我说的那几句好话 估计我妈到现在 都不肯原谅我们 现在好了 陶老人家总算搭理我了 我这至少也走着安心了 分呢 我看到你自己能改变 真的 由衷地替你感到高兴 特别好 保持在接在厉 到了那边呢 你就寄人多听 多看 多干活 踏踏实实地学些 属于自己的东西回来 你放心吧 姐夫 这本来就是我喜欢干的事 我都做了饲养准备了 这次进组不管吃多少苦 我都得学出点本事出来 不然怎么对着起我 这么多年的梦想 更对不起我爸 没问题 我们大伙都相信你 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凯旋归来 行了 姐夫 赶紧回去吧 我打个车就走了 没事 我回趟诊所 正好 我先送你回家 都这么晚了 你回诊所干吗 是大半夜还看牙 回诊所睡觉去 你干吗去诊所睡啊 怎么不回家啊 一言难尽吧 姐夫 您也不容易 碰上的也是个陈思人 不缠绵的主 姐夫 你就睡我那儿得了 反正我马上就要进组了 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你就踏实住呗 我小舅子 你可算靠谱一把了啊 皇后都得让着晚宫三分 晚宫亮的也不敢同态 其实娘娘也无许在这个时候 和她一起 时候还多着呢 要打压一个人 就要在她最得意的时候 如今晚屏障着有孕最得意 反正就要在这个时候 给她一个下方 行啊 你啊 李仲元 三个晚上不回来 没关系 我等了 皇上宠爱的人 更不需要 皇上宠爱的人 争夺宠爱的人 你不需要 本宫当是谁 原来是日前 才被皇上宠恕的安笔怀之人 最诚之 谢谢 谢谢 不吃了 不吃了 我什么都不吃 我这儿都不吃了 我这儿都不吃了 皇上 万平娘娘已供应您多时了 叔 不吃了 行 我去那儿看看 皇上 您别走 我就过去瞧一眼 皇上 您不知道 万平她心里面 根本就没有皇上 你说这话有依据吗 皇上 您坐下来 臣妾慢慢给您讲 妈 您进去 您进去 万 Kirby 您进去 袁少南 您想这个 赞呀 妈妈 爸 我今天暂时跟您告告别人 我要去横店的剧组拍戏了 等我回来再来看您 爸 您相信我 从今往后我一定好好做人 您那天跟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 您走了 我就是咱们原家的鼎杨柱 我一定会照顾好我妈还有我姐 这次能够拍戏 全都是姐夫给我争取的机会 您在天有灵看着我 我一定会努力长大的 爸 您要保佑我姐和我姐夫赶宁复婚 好 您可以照顾好 您要保护我姐夫赶宁复婚 您好 您后来 电影 记忆中这是弟弟第二次远行 他的第一次远行 是从家乡来北京找我 与我而言不是分离 是相聚 这次却不同 他真的要从我身边飞走 希望温室里的花朵愉快地成长 远行的弟弟一切顺利 远行的弟弟 缘分要走 他这是因为跟我的感情受了伤害 要走啊 我叫个车到了 芬娜 到那边你跟人好好学啊 什么事都跟人好好商量 我知道 姐夫 你放心吧 把你那事儿随着好好收拾啊 什么事情都要脚踏实地地做 千万别老想着偷其取巧 还有那压车 一定要注意安全 能休息就休息 不在乎那一两天知道吗 放心吧 姐 我会做到的 好 姐 慢点 没事 来 好嘞 谢谢师傅啊 谢谢 那我就 走了 保住啊 小子 走了 姐吧 别多别啊 走了 姐 司机师傅 你到哪儿了 你快快快快快 我着急送人呢 快吧 快点儿啊 师傅 你一定跟住了前面那辆车 快快快快快 开快一点啊 大姐 你没 师傅 我怎么跟你说的 你跟前面那辆车跑了跑了 你快点 你快点跟上 别跟丢了呀 你没看前面红灯吗 我总不能为了 跟前面的车闯红灯吧 我要是被扣了分 调了价值本 你给我解决啊 绿了绿了 快快快快 快走啊 我小子能捞到 你捞到时的都追上了 不是 你这大姐怎么说话 你会说话吗 不会说话 回家请教请教你妈去 再让你妈教教你 你再出来 你怎么说话呢 你才应该回去 好好让你妈教教你呢 你妈不把你摔着 把你放在这儿干吗呀 你们生意我不做了 你把车费付给我 下车走人 你没把我来到目的地 有凭准付你钱呀 我不败 你今天不给我钱 我报警 你信不信 什么倒霉的 今天出门着急 没带钱 这赖车费的方法啊 见得多了 走吧 咱们直接拍出点奖礼去 我还得跟明星反应费 你让我搞跟踪那一套 干吗呢 非得让警察好好审查 人在那里 师傅 您别跟我急 我没骗您 我出门真没带钱 您不信您看 那你说怎么着 你怎么能白坐车吧 那这样吧 您把我送到我朋友那儿 我让他帮我付钱 行吗 就这就这 师傅 我走 来 onde 从博xter到望 到底有没有人 出来跟结账呀 有有有 马上就下来了 您别着急 稍等一下呀 文文 你来了 师傅多少钱 六十二 麻烦您了 不客气 闻闻 你别不高兴呀 等我以后赚了钱 我一定都还给你 我都不指望你还钱了 谢谢你 行了 脸 我听你说 现在耳朵都没后了 那我要是告诉你 我刚看见李仲元了 你爱不爱听啊 你在哪儿看见他的 在缘分家楼下 他跟袁盛南在一起呢 果然是那个贱人 苏云 来瓶啤酒 我还喝着了 高兴 不是这大中午的 硬碎子呢 我来吧 谢谢 来 这 我 我也来啊 陪我喝点吗 来 不是 谢谢你啊 仲元 怎么又跟我客气上了 其实这真不是客气 你知道我跟我妈 因为爱君的事 特别地感激你 她优手好想了这么多年 这一直都是我们家的 一个老大男 我们也就跟她找她 喜欢的工作呀 可是我们没有门路 这一下你把所有的问题 全部都解决了 不但给她找了工作 还是她愿意 喜欢干的事情 所以我跟我妈戏里 甭提多高兴了 反正语无伦次说了好多 就是我干了 谢谢你啊 仲元 谢谢 其实我觉得你 我不太适应你 给我这么见外 你弟弟他也是我弟弟啊 是不是 那都是自己家里人 我不帮她谁帮她 你放心吧 就她的事啊 我这当姐夫的管定了 好 那以后我这弟弟就交给你 你管了 不过你这称呼 你应该变一下了 要不然你那玻璃区女朋友听见 又该闹事了 韩文文 其实 我早就想跟她分手了 真的 我有点受不了了 真的 我有点受不了了 那会儿跟你在一起的吧 每天小早小闹的 其实还是感觉蛮活力充沛的 但是我跟她在一起 这不到半天时间 我明显感觉自己劳 禁不住折腾的 真的 太厉害了 二一个呢她确实也 我觉得并不适合我 我当初想法比较幼稚 就是 就是想找 脑子中想的那样 找来了 其实发现真的未必适合 所以我觉得 现在我一直是挺 挺后悔的 这么一个状态 你知道吧 我觉得这个事你也有责任 你说 你当时看着哥们往火坑里挑 你愣是不拽我一把 别说你没看出来 你肯定看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你搞得我今天 骑虎难下这个局面 你 你 你是有责任的 我再顺嘴说一下王小剑 我对她没有恶意 我也知道她对你穷追不舍的 但是我觉得她真的不适合你 你这不是一场闹剧吗 你说你要跟她在一块儿 你看我就不像你 我觉得不合适 我就得伸手拽你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都这把年纪老 别整天猜来猜去的 玩什么暧昧 我觉得 这样 咱们 大不了回到从前 那我也能接受 是不是 如果比那更好 那就是意外的收获了 这边 搞来搞去干什么 不如复婚呢 是吧 你跟我开玩笑呢吧 没有 我特别认真 咱们复婚吧 咱们复婚吧 我不同意 凭什么呀 你说离就离 现在你跟你那女朋友闹不愉快了 跑这儿跟我说复婚来了 你说复就复嘛 男我当什么呀 白印啊 你太可笑了 太可笑了 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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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你有什么事吗 你挺不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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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李中原最近是不是住在你家 李中原怎么会在我们家住呢 你这话什么意思 不可能 他不住在你家 他能住在哪儿 张阿姨 我想你也知道 我跟李中元的关系吧 他是我男朋友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能不能管管 你们家袁盛楠 别老一天到晚 死记败恋地缠着 李中元不放 女人总该要点脸面吧 你怎么能这么说 我们家盛楠呢 你把事情调查清楚了吗 好好好 我懒得跟你说 我们家不欢迎你 我请你马上出去 我不走 他陪袁盛楠勾搭的 三天没回来了 我今天必须在这儿等他 把他带走 不是 我这是 哪句话说的让你又生气了 你你倒是给我指出来呀 是不是 你这么抬屁股就走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没生气 我又生气了 烧了 我跟你说这样不好 以后咱们谁对对方 有什么不满意 咱们就直说 是不是 要不十点九了 这不就成了误会了吗 误会深了 它不就成了矛盾 矛盾一旦解决不了 那就是婚姻的硬伤 咱们之前的婚姻 为什么那么失败 就是因为这种硬伤太多了 一套一套 说得跟真事似的 你就那么不想跟我复婚 李正元 咱俩都是在婚姻上 失败过一次的人 那咱们对待婚姻的态度 能不能严肃点 不是 你刚才说的 都是什么呀 好像是你找了一圈 也没找到自己满意的 我找了一个还不如你的 完了咱俩还不是凑合凑合 接着回去接着过去 什么意思呀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 咱俩还是算了吧 因为我不想再凑合 我袁盛南如果再结婚 一定是因为爱 袁盛南 你果然又一次 成功地误会了我 我能是那个意思吗 我 我为什么要跟你凑合呢 我那儿想重新再追求你 我觉得咱们俩这一生 缺少一个恋爱的过程 真的 咱们俩的婚姻 打小就是被父母给盯了 是不是 咱们谁都没有认真地 去追求过谁 更别说珍惜了 我觉得这种婚姻 是不牢靠的 从根上就不牢靠 所以我是想 把我跟韩文的事 处理干净了 我再翻过头来追求你 哪怕那个时候 你身边有王子健 没事 我愿意跟他公平竞争 你都不用现在着急答复我 我就需要一个机会 一个重新把你 追求我的机会 ジュ盈彦 Andrew雯 男泽尼录 男泽尔 自己出来帮讹 男泽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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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泽尔 男泽尔 男泽尔 LING录シルク 女泽尔 直到永远 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为你担心 在相对的视线里 才发现什么是缘 一生之中最难的 有一个知性 爱人 不管是现在 还是太遥远的未来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 今天的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从此不再受伤害 我的梦不再徘徊 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不管是现在 现在还是再遥远的未来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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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岁月再噢 我先去岁月再律 我先去岁月的永远